来看一下表结构设计的这一部分内容 那么在开始我们的表结构规划和设计之前 我们还是结合我们的业务功能 来看一下我们的每一块业务功能 大致会对应什么样的表 那这张图大家肯定比较熟悉了 那么我们来快速的过一下 比如前台我们会遇到网站首页 那网站首页会有什么呢 在演示中大家也看到了 我们会看到商品对吧 商品的列表 那这会涉及到什么呢 就会涉及到我们商品的表 还有分类 那就会涉及到我们商品分类的一张表 那上面还有什么地区对吧 那也会涉及到我们一个售卖地区的这样一张表 然后呢在首页上我们可以点击一些链接进入到后面的功能对吧 那接下来什么注册登录 那注册和登录会涉及到我们什么样的表呢 我们网站的用户这样一张表 然后呢 其实商品列表和网站首页的列表呢 这个商品的信息呢 是一样的 都会涉及到商品这张表 但是接下来这个呢 商品详情就会有一点特殊了 因为我们看到商品详情里面呢 不仅有商品的基本信息 还会有一些更多的这种图片呢 商品的描述啊这些 那这一块呢就会涉及到商品的详情这样一张表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把商品的基本信息的表和详情的表分开呢 就是因为这两张表 它数据使用的频率是不一样的 存储的内容呢也是不一样的 那商品详情这张表 它可能存储更多的这个文本的这些信息 然后它的使用频率呢只会到详情页 会一个商品一个商品的去使用 那商品列表呢 使用的频率更高 在首页上就会用到商品列表页 那所以这样呢是把它分开的 那接下来就是购物车 购物车肯定会对应我们一张表 对吧 当然购物车肯定是和人相关的 所以购物车里面一定会有一些和人相关的信息 那就像商品的基本信息 一定会有和地区相关的 这些关联关系是一样的 好接下来呢就是下单支付 下单支付涉及到什么 订单表对吧 就会涉及到我们的订单表 然后是个人中心 个人中心里面我们有什么 消息是一张表 收藏是一张表 那收购地址又是一张表 个人的基本信息 你们注册登录说过了 这也是一张表 好这呢大概就是前台会接触到的这些表 然后在管理后台呢 我们有商品管理 前面说过了商品和商品详情 分开的两张表 然后订单 前面也说过了会有订单的管理 然后后台的安全权限 我们后台的安全权限呢 是一个独立的这样一个模块 那他呢其实有自己的这个菜单表 角色表 用户表 包括菜单和角色的关联关系 用户和角色的关联关系 这样呢才构成一整套的基于角色的权限访问 控制的一整套的字系统 那到管理后台这块的时候呢 我们会去介绍他 接下来呢是地区管理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了对吧 我们商品售卖的地区 那最后一个呢是商家管理 我们每一个商品呢都是有他供应商的 他的提供商 所以呢这个是他的商家管理 好 这个呢就是根据我们整个的这个功能模块 来去对应我们的这样一张表 第一个呢就是说 我们这个表啊在设计的时候 其实呢是没有做这种强制的主外建的关联 为什么 尤其在生长环境下 能够方便我们去处理一些数据上的问题 包括做一些数据的迁移 那同时呢我们的表设计 其实并没有严格的遵守 比如说三范式或者是巴斯克范式 从理论上讲三范式或者是巴斯克范式 它确实是能够让表独立到 或者是精简到一定的程度 但是呢在实际的使用中 通常呢我们会通过一些容易算 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呢 能够快速的查询 提高我们使用的效率 那这个呢可能就是往往说我们的理论和实践会有一些冲突的地方 这个呢大家无论是在看视频的时候还是在以后工作的时候都要留意一些 另外我们在后面的表结构里面呢并不是把所有的这个字段的注释都写上了 我们是把一些不太好理解的或者是一眼看不出来的 比如说用的ID 我们一眼就能看出来这是用户ID 对吧 name名称 这样的呢我们通常就都不写了把它略掉 然后呢还有一点啊 就是说在生产环境下我们通常这个数据库的注释呢 不写的也会有一定的比调 有很多公司这个注释是不写的 为什么呢他们就是为了保证这个数据库的安全 就是你拿到这个表结构 甚至你拿到表的数据啊 其实你需要花很长很长一段时间才能理出来 这个表是什么意思 那有一些状态的状态位 可能很长一段时间他也不一定能够摸得清楚 当然我们把这些注释加上了 是为了让大家能够看得更直观更容易理解 好关于表这块概括的介绍呢就是这些 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这个表的压图 首先呢我们看一下第一部分 也就是网站相关的一些表的设计 那第一张表呢就是Dio Dio呢就是我们所谓的商品 然后在团购里面呢通常我们会把它叫做Dio 也就是商品的一些基本信息 然后我们看一下围绕商品的 还有商品的分类 就是我们看到页面上的这些分类信息 比如说 家电啊 酒店啊等等这样的分类 那么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呢 是一个商品的分类对应多个商品 这个在页面上我们也能够看到 当我们选择某一个分类后 那会分页呢显示这一分类下的所有商品 接下来呢是地区 地区呢仍然是商品的一个非常有用的属性 为了管理简单呢我们通常会把一个商品只放在一个地区销售 那么我们这里列的呢一对N的这种关系只是逻辑上可以有这样 但是通常呢我们会把在不同地区销售的同一商品做成不同的这种单品 或者叫SKU 比如说我们看京东的一些商品嘛或者淘宝的一些商品 那它不同的型号看到的其实是不同的SKU 那么虽然我们看到的是同一个商品的不同型号 但是在数据库里面存的它是多条的数据 是不同的SKU 是这样的不同的品类 接下来呢是deal detail 那就是商品的这些详细信息 那么我们为什么把商品和商品的详情要分开呢 这取决于在页面显示时候的一些区别 在显示的时候我们有列表和详情页 在列表页的时候我们只需要显示它的一些摘要信息 比如说库存啊价格啊等等这些 在详情页呢我们有更多的这种详细的描述 但是因为两页显示的内容是不一样的 那在列表页的时候只用deal这个表的数据就够了 在详情页的时候才需要去把deal detail这个信息查出来 而往往deal detail是更大量的这些数据 所以呢把这两个分开更有利于 页面的快速的展现 也就是给用户带来更好的这种体验 主要是从性能上考虑 接下来呢是图片的信息 那每一个商品都会有它图片的信息 当然一个商品也可能会对应多个图片 接下来呢我们看到的就是购物车的信息 一个购物车里面会有多个商品的存在 这是一对多的关系 接下来呢我们看到的是订单的基本信息 然后呢订单的详细信息 订单基本信息里面 一条记录会对应多个订单的详细信息 那订单基本信息呢包括订单的编号 收件人 收件人的联系方式下单 时间支付方式 订单的状态等等这些 那订单详细信息呢 包括什么呢 就是这个订单里面有哪些个商品 比如说这个订单包括三件商品 或者是八件商品 那订单详细信息里面呢 就是这三条记录或者是八条记录 然后呢包括每一个商品的名称 单价数量总价等等这样的一些信息 那这个呢是订单的详细信息 一条订单详细信息呢 这个一对多的关系呢 是订单详细信息里面会包含多个 这种 DIO就是商品的信息 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 所有这些呢都是以人为中心的 围绕用户来展开的 一个用户呢可以有多个订单 同时一个用户 他虽然只有一个购物车 但是他购物车里面的商品 可以有多个是这样的情况 然后用户的一些基本信息 比如说他的联系方式 地址啊等等 这个每个人只有一个 注意一下这里面 这个地址是说这个用户基本信息 当然不是他的收获地址 而收获地址是另外的 通过address 这个表来存的 是一对多的关系 那同样用户还有他收藏的 或者他比较关心的 这样的一些商品的信息 每个用户可以收藏多个 当然这个可以根据实际的需要 来设计是否有上线的限制 那每一个用户呢 也会有多条的这种消息提醒 或者我们把它叫做站内心 那站内心的来源主要有几个 第一个呢是整个网站发布的通知 第二个呢是他自己 关注的哪些还没有开团的 这些商品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开团提醒 第三类就是其他的一些根据商业 或者是营销需要发送的一些站内心 好接下来我们看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呢主要是管理后台的一些表 首先有管理后台的用户 那之后是用户对应的角色 一个用户可以对应多个角色 然后呢是角色信息 角色和用户角色关联表也是一最多的关系 接下来是 管理后台的菜单 我们把它叫做function 然后呢是角色和function 肉和function之间的关联关系 是这样子 那么我们看到 其实后台这块呢主要还是权限 为什么是这样呢 因为在我们的项目里面 前后台主要都是围绕商品 订单这些东西展开的 那些表呢是前后通用的 所以我们把它放在第一部分 表结构设计的第一部分里面 那所以第二部分呢 主要呢就是管理后台 单独的权限相关的这些功能 好 以上呢就是表结构的设计 很好 就 一点心 继续 非常 继续 继续 看 继续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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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